连日来 中国各地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2周年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2周年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推出一系列主题展览 人们在这里感悟初心使命 从伟大建党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 在陕西延安为人民服务讲话纪念广场 在湖南常德 河北秦荒岛 黑龙江七台河等地的一处处红色遗迹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广大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 重温入党誓词 福建福州开展红色盐学活动 青少年们缅怀革命先烈 传承红色基因 内蒙古兴安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 各族青少年通过聆听革命故事 观看珍贵史料 更续红色血脉 《送歌献给党》 在江西南昌 百名党员歌颂党的光辉历程 在江苏苏州 一部以红军长征为主题的剧目 《信仰首演》 表达对党的忠诚与热爱 在山东昌义 当地深度挖掘保护红色资源 规划建设红色村使馆 专题掌管等 党员干部在这里开展党性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在浙江淳安 3万多名党员积极参与 护航亚运大比武党员争先迎七一主题党日活动 在安徽济西 吉林临江 山西运城等地 高校学生 社区居民通过举办行走的司政课 文艺展演等活动 庆祝党的生日 牢记初心使命 助牢强军之魂 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 官兵们走进红色教育基地 重温入党誓词 追寻信仰的力量源泉 砥砺圣战豪情